欢啦啦,我是萨比 今天要讲的是经典恐怖电影《闪灵正儿八经》的续集 《睡梦医生》 一般来说名气大的续集为了保证票房 都会沿用前作的名字 比如《小丑回魂》、《小丑回魂2》 但这部电影没有叫《闪灵2》 而是遵循了小说原著的名字 《睡梦医生》可就像名字一样 两个半小时的时长和极度缓慢的节奏 让观众昏昏欲睡 甚至还有人说 这是部狗尾虚雕的圈钱烂作 今天我们就来看看这部电影到底好不好 还是老样子 先看故事再看解析 这是1980年 佛罗里达春天的湖边 一个小女孩和家人来度假 艳阳总是让人昏昏欲睡 女孩一个人来的湖边想吹吹凉风 却没想到湖边已经做了个人 那个人有一副让人记忆深刻的样子 一身花裙子 搭配着手上的鲜花 和春天是那么的般配 他自称戴帽子的螺丝 因为戴了太久太久 帽子已经成了名字的一部分 这顶帽子是有魔力的 螺丝从里面变了朵花出来 花是紫色的 就像小女孩的名字一样 紫罗兰 螺丝把花放进了嘴里 女孩惊讶地说 花花这么特别怎么能吃 螺丝就告诉她 正是因为特别 味道才是最好的 旁边忽然出现了一群人 老少男女 让女孩有点害怕想走 螺丝抓住她的手 说要再变一个魔术给她看 人群忽然向女孩靠近 把她团团围在了中间 而远在深山中远望酒店的走廊里 丹妮正骑着她的三轮车转转悠悠 经过二三七号房门 她停了下来 没想到房门自动打开 一个可怕的腐烂的老女人身影 在门边半饮半现 丹妮从睡梦中惊醒 她才意识到 自己已经从远望酒店回来了 随着起来的还有一阵尿仪 丹妮迷糊地走向厕所 打开厕所门一看 脸子后面伸出一只腐烂的手 吓着丹妮关门退了出去 门把手转动着 丹妮脚下渐渐多了一滩水迹 一只手忽然拍了拍丹妮的肩膀 原来是妈妈 妈妈弄干了尿湿的裤子 满脸的微笑 没有一丝责怪的表情 可语气里却充满了担心 自从远望酒店回来后 丹妮就再没讲过任何一句话了 出事后 母子俩搬到了佛罗里达 可这猛烈的阳光 并没能消融丹妮心中的积雪 本来就孤僻的她 现在甚至一言不发 哈罗安先生倒是经常出现在她的视野里 陪她说话 这是闪铃的能力之一 灵魂交流 逝去的并不是真正的逝去 丹妮记得他们第一次用闪铃沟通的时候 在厨房里 知道自己不是一个人 那种感觉很好 可她再也不愿意用了 后果太可怕 那个扶兰的老女人从来就没离开过她 虽然远望酒店已经被完全封锁了起来 可里面的恶鬼们缠上了丹妮 老女人也只是其中一个而已 灵魂的世界和现实不一样 并不受限于地狱 一旦被恶鬼缠上的话 跑到哪都无处可逃 丹妮问 不是说恶鬼都是书里的图片 不能伤害人吗 哈罗兰说 你不一样 没人能像你一样闪耀 当你走进远望酒店 就像一个百万伏特的电池 它会把你吃掉的 这个世界是个饥饿又黑暗的地方 会吞噬掉一切光芒 黑暗就像蚊子水质 无孔不入 你唯一能做的 就是用闪铃对付他们 哈罗兰的爷爷是个混蛋 内心阴暗 就和丹妮的爸爸一样 他死的时候 哈罗兰都开心地跳起了舞 可她回来了 浑身散发着棺材的美味 站在哈罗兰的房间里 奶奶就教了哈罗兰一个方法 在心里面创造一个牢笼 把她关起来 那个腐烂女人再回来的话 丹妮就知道怎么做了 晚上丹妮和妈妈在客厅里看着卡通 丹妮看了看黑漆漆的厕所 走了进去 老女人坐在浴缸里热情地打着招呼 丹妮关上了门 过了一会后回到了客厅 脚步轻盈了许多 你没事吧 我没事 三十年后 满脸胡渣的丹妮从梦里醒来 不知道为什么想起了当年 可能昨晚喝的有点多了 她记得去了酒吧 不要命地喝了一杯又一杯 然后她遇到了一个女人 然后她和别人打起了架 然后她和女人回了家 吸了点东西 他们亲在了一起 然后就不记得了 丹妮发现自己没穿衣服 回身一看 女人也是光着 躺在自己的呕吐屋里 弄干净后准备走 这不是她的家 翻开全包 却发现硬币都没一块 女人把她的钱都偷光了 却又因为太醉忘了藏好 放在了桌面上 丹妮拿了就想走 另一个房间里却走出来一个刚能站起来的孩子 奶生奶气地喊着妈妈 这时哈洛兰出现在了房间里 劝她把属于女人的钱放下 丹妮不愿意 即便还了 女人也会拿去买毒品的 但看了一眼床上的孩子 她忽然意识到 自己坏不到那个程度 纽约的深夜影院里 拨着卡萨布兰卡 座位上却基本没人 只有一个短头发 眼睛很大的少女 一个老男人在她身边坐了下来 夸她比照片上还漂亮 少女没什么情绪地回了一句 可你比照片老多了 老男人着急着去开房 少女皱了皱眉头 问她不想好好把电影看完吗 两人靠在了一起 可这并不是想象中寂寞的依偎 女人在男人的耳边说了句 困了吗 困就睡吧 男人的眼睛闭了起来 好戏真正的开始了 少女拿走了男人的钱包 掏出把刀子 在男人的脸上画了两个口子 男人却丝毫没有感应 这是多厉害的催眠 少女继续说 以后每天你照镜子 都会提醒自己 你喜欢小女孩 以后每次你在网上找小女孩 你都能想起 自己被毒蛇咬过 女孩在流血的伤口上吻了一口 血腥的味道让她感到兴奋 却没注意到就在她身后几排的座位上 两个戴帽子的人 正饶有兴致地看着她的表演 比电影有趣多了 女孩离开了电影院 戴帽子的人拦下了她 女的正是罗斯 这么多年来一点都没变老 女孩用催眠术让罗斯放开她 罗斯威笑着摇了摇头 远在新汉布什尔州的一户普通人家 今天是他们的女儿阿布拉的生日会 生日会上请了个魔术师 教了孩子们大便兔子 烧子悬空的魔术 阿布拉看得非常开心 因为她也会 爸妈走进房子里 看到家里所有的勺子 全都挂在了天花板上 小小的阿布拉在背后笑得特别开心 少女醒来后 发现自己睡在一张舒服的床上 这是一辆房车 里面却布置得特别舒服高级 甚至还充满了历史感 罗斯走了进来 给自己泡了杯茶 少女如临大敌 罗斯却自顾自地讲了起来 她做了调查 三个月内 六个男人的脸上都出现过蛇咬的痕迹 蛇蟹安妮 就是少女的名字 安妮骂道 你这个绑架我的婊子 罗斯伸出一根手指说 从现在开始 你只能说真话 安妮的表情变得温顺下来 说 你是我见过最美丽的女人 这句大实话 把罗斯逗得非常开心 罗斯开始进入正题 安妮是个操纵者 可以控制别人 所以她打算和安妮做一个交易 加入他们的团队 换取永久的青春 一百年后也还是17岁的样子 吃得好 活得长 但妮每次醒来 都不知道自己在哪 这次她发现自己在天桥底下 手里还拿着个酒瓶 她没有家 过着流浪的生活 已经不知道多久了 上了辆大巴 从头坐到尾 也不在乎目的地是哪 她来到了 西汉布什尔的一个小镇上 人很少很安静 和一般的小镇 没什么两样 有意思的是 小镇广场 还有一个模型座的小小镇 店铺 钟塔 火车 项目像样的 什么都有 丹妮四处张望着 一个工作人员过来搭话 以前这只是图书馆里的项目 没想到孩子们热情很高 越做越大 就搬到了小镇广场来 工作人员又看向丹妮 很少人会来这么北边的地方 新面孔总是让人新奇的 她问丹妮 你是想来找工作的吧 还是在逃避着什么 丹妮想了想回答 可能我是在逃避自己吧 工作人员笑了一下说 那就麻烦了 逃避自己的话 去哪都得带着 工作人员名叫比利 她把丹妮带回了自己租的公寓 在楼上给她租了个小阁楼 房租一周是85美金 比利帮她付了两个月 丹妮问比利为什么要对她这么好 一个陌生人而已 比利说 我不认识你 但我认识你脸上的表情 这就是一种感觉 很难解释吧 另一边 罗斯许诺的长生不老永保青春 让安妮非常动心 为此她愿意答应罗斯所有的要求 夜幕降临后 营地里点起了篝火 安妮躺在沙滩上 罗斯走过来 让她放空杂念躺在怀里 旁边出现了一群人 罗斯让中间站着年纪最大的老头 念起了誓词 他们是一个名叫真洁的组织 以吸使闪灵能力者的灵魂为生 换取长久的青春和寿命 彼此紧密相连 生生不息 在安妮说完同意后 罗斯拿出了一个保温瓶 打开盖子 一团白雾从里面飘了出来 行散而神不散 罗斯把白雾吸进了嘴里 再缓缓喷向安妮 在吸入白雾的一瞬间 安妮的身体产生了剧烈的反应 仿佛在遭受巨大的痛苦 嘴里一直喊着不 她的瞳孔亮起白光 彻底晕了过去 再次醒来时 天已经亮了 她在沙滩上睡了一晚 癥结的成员就像啥事也没发生 该看书的看书 晃悠的晃悠 罗斯问她感觉怎么样 就像死了一次次的 安妮问那她还是人吗 罗斯反问了一句 重要吗 在比利的好心安排下 丹妮住了下来 本来以为换了新的环境 她能安静下来重新开始 可半夜她还是惊醒了过来 床边飘过几只苍蝇 一只苍白的手抱住了她的腰 丹妮吓得跳了起来 却看到一张已经死去了的脸 这是她前几天才遇到的女人 对她说 他们还没被人发现 她的怀里还有一具小小的尸体 转过脸来 对丹妮喊了一声 妈妈 丹妮已经不知道多少个晚上 被这样吓醒了 就像比利说的那句 想逃避真正的自己 可不是件容易的事 她看向了窗边的酒瓶 想了一下 还是敲开了比利的房门 比利把她带到了借酒护助会上 大家热情的掌声 让丹妮平静了不少 借酒会的主持人是一名医生 医生的态度很温和 丹妮却发现 她总是不自觉地摸自己的手腕 看出了医生的烦恼 丹妮于心不忍 就偷偷拉住了她说 你弄丢了手表 还在担心孩子的病情 手表在你想事情的时候 落在了医院的厕所里 肥皂机边上 去那里应该能找到 说完后 丹妮低着头走了 像是说了什么不该说的话 第二天 医生把丹妮叫进了办公室 举着自己的手表 让丹妮好好说 她究竟是怎么做到的 丹妮耸了耸肩 运气好而已 乱猜的吧 医生又问 你有信仰吗 丹妮回答 信仰不会让我们变得更好 但行动会 医生似乎对丹妮的答案很满意 就给了她一个工作机会 一周三天 在小镇上的疗养院工作 主要就是照顾临终的老人 如果不害怕死亡的话 丹妮对死亡已经麻木了 毕竟在她看来 世界就是一个更大的疗养院 大家都在里面垂死挣扎而已 照顾临终老人是件很麻烦的事情 不是说工作内容很多 就是必须长时间在医院里待机 老人有什么要求都能马上答应 很多人不愿做 对丹妮来说 却再适合不过了 毕竟她有的是时间 需要的就是一份安静 今晚她正拖着地 医院里的猫咪有点吵 跑进了一个老人的房间 躺在了老人腿上 丹妮轻声进去想把猫咪带走 老人却把她喊住了 丹妮不想打扰老人休息 老人说 人的大限将至 猫咪永远是第一个知道的 现在轮到她了 丹妮坐下来握住了老人的手 听她慢慢地说 虽然知道这一天会来 但真正来的时候 还是很可怕 丹妮的声音很温柔 告诉老人 就像睡着了一样 只是睡一觉而已 老人被逗笑了 觉得眼前这个医生真奇怪 丹妮还没来得及解释 老人又说 我觉得你就是个医生 睡梦医生 我好害怕 不知道会不会很黑 会不会什么都没有 丹妮发动了闪铃 在老人的脑海里说 睡一觉吧 好好地休息就好了 这是一个触及灵魂的声音 老人这才真正地安静了下来 人生的最后几秒 她看到了自己的妻子 在前面等着 她的嘴里飘出一团白色的烟雾 很快就消散在了空气中 下巴后回到家 丹妮发现墙壁的黑板上 多了一行字 哈喽 字体像一个小女孩写的 丹妮意识到 这是一个有闪铃的人留下的 于是她回了一个 嗨 另一头的小女孩 阿布拉笑着闭上了眼睛 抱着小熊睡得很香甜 丹妮看着那两句简单的交谈 想想今晚发生的事 忽然意识到 自己人生的新篇章 在这一刻开始了 八年后 丹妮接过了比利帝国的硬币 站在台上 分享起了自己的故事 这八年平静而有序 也给了她足够的时间 去思考过去 她想到了爸爸 她不是很了解爸爸 只有当每次发火 喝得烂醉 想要打人的时候 她才会觉得 自己离爸爸更近了一点 但到了现在 人生来到了新的位置 她有了不同的想法 曾经爸爸也是站在这里 努力奋斗过 为了她和妈妈 一心想要变得更好 手里拿着这枚 写着五个月的硬币 直到出事的那一天 这八年来 丹妮多了个睡梦医生的头衔 她和猫咪组成了组合 负责送别医院里的每一位老人 在他们的帮助下 老人们总能得到真正的平静 不再害怕黑暗 他们总会问 人死后是不是什么都没了 丹妮会回答 人是不会结束的 我们是不会结束的 这一点我非常的肯定 阿布拉也已经长大了 他和丹妮成了比佑 每天都要在黑板上聊上那么几句 已经成了习惯 那个名叫贞洁的小团队 也已经沉寂了很长一段时间 他们过得很平静 只是这平静下面 蕴藏着危机 罗斯在车顶打坐 乌鸦克劳上来和他聊起了天 他们的声音压得很低 克劳想拜托罗斯再开一瓶魂器 他不是自己想要 而是看老头的样子 不吸魂快撑不下去了 现代灵魂的质量 已经大不如以前 大家都饿着呢 难道是因为手机 食物还是网飞 高质量的灵魂越来越难找 罗斯看起来一点都不担心 但克劳知道 罗斯每天在车顶上 就是在找一条大鱼 足够让大家吸食很久的鲸鱼 但这世界已经不像以前那样了 罗斯再怎么掩饰 也无法否定这个事实 于是今晚他多开了一个瓶子 好让大家再坚持一下 爱荷华州的一个小棒球场上 身披19号的小机球手 成了全场的焦点 他的每一下挥棒都特别有灵性 就像会读心术一样 哪个球站看了都会说 他一定会成为下一个巨星 球赛结束后 男孩一个人走在了回家的路上 一辆面包车经过他身边 邀请他上车 顺路把他烧回家 男孩的戒备心还是挺强的 只见后座拉开 安妮探出了个头对男孩说 这是一个男孩没办法拒绝的命令 只能乖乖地上了车 男孩被带到了一处工地外 奋力地挣扎求饶 还是被四肢张开捆在了地上 罗斯拿着把小刀慢慢靠近 男孩害怕地哭了 这可不是吓他的 罗斯一刀一刀地割了下去 灵魂从他的嘴里一点一点地冒了出来 恐惧和痛苦让灵魂更加地纯正 男孩叫得越大声 吸血鬼们眼中的白光就越盛 没想到这尖叫声惊醒了远在千里外 睡梦中的阿布拉 男孩的惨状一瞬间出现在了阿布拉的眼前 吓得他脱口而出 罗斯一下反应了过来 却不知道谁在偷窥他们 男孩被吸干了最后一丝魂魄 阿布拉在床上挣扎着大哭 把父母都惊动了过来 与此同时 丹尼的房间里发出巨大的声响 让他从床上摔了下来 镜子里出现了一行他不能再熟悉的字 Redron 谋杀 丹尼问是谁 一行字瞬间出现 棒球男孩 第二天早上起来 丹尼留了一行字 希望你一切都好 你的朋友丹尼 这是八年来 丹尼第一次告诉阿布拉自己的名字 阿布拉开心地把这个消息告诉了妈妈 妈妈却说 我知道你脑子里经常会接收奇怪的频道 阿布拉赶紧道歉 我会注意的 下次不会了 阿布拉的能力如此强大 却被爸爸妈妈当成了一种病症 回到学校 阿布拉也是一个不受欢迎的人 他能很清楚地听到每个人脑子里的声音 骂他是怪胎的也不少 可能是这样 他不再和同学交流 越不交流就越多人说他是怪胎 到后来他也习惯一个人了 今天他来图书馆 是来查棒球男孩资料的 昨晚短暂地接触 他已经得到了男孩大概的信息 很快就在失踪人口网站上找到了匹配的孩子 他尝试把精神集中在了男孩的照片上 一些零碎的画面出现在了脑子里 一个棒球手套 一个行驶的车队 旁边的路牌上写着勒马克工业园区 停业中得到了这些信息 阿布拉觉得还不够 毕竟是个孩子 天不怕地不怕的 他就想去探探 罗斯到底是个什么水平 没费多大力 他就定位到了罗斯 此刻正在超市里 像正常人一样买着日用品 忽然眼前一晃 阿布拉的脸出现在了冰柜的反光里 这是两个瞭望者的直接对话 罗斯想去摸阿布拉的后脑勺 进入他的脑子里 阿布拉反应过来 大喊一声走开 异能忽然爆发 震坏了罗斯面前的冰箱 甚至把他往后弹开了十几米 鼻血都流了出来 此时正在聚会的丹尼 不知道为什么 也晕倒在了地上 流了很多鼻血 晕倒的时候 嘴里还喊着托尼 像是发扬巅峰 把身边的人都吓了一跳 第二天阿布拉没去上学 而是上了一辆长途大巴 跟选着脑中的闪铃GPS 他找到了在小镇广场上的丹尼 丹尼的第一反应是躲 阿布拉的声音却在脑子里响起 两人找了个凳子坐了下来 阿布拉一直在脑子里叽叽喳喳的 丹尼建议还是用外面的声音吧 他们两人年纪差那么大 坐在一起影响不好 阿布拉开始自我介绍 我叫阿布拉斯通 别人问起 你就说是我叔叔好了 这是阿布拉第一次接触 同样有闪铃的人 就像当年丹尼 第一次接触哈罗兰先生一样 历史总是惊人的相似 当年的孩子 转眼间就变成了大叔 给新人领路了 阿布拉问 像他们这样的人有很多吗 丹尼说 其实每个人多多少少 都有点闪铃能力 只是他们不知道罢了 妻子不开心时 恰好带回家一束花 完全没复习的考试 竟然拿了高分 真正意识到自己有闪铃能力的 丹尼这辈子也只遇到过两三个 阿布拉拿出那张失踪信息 通报了一下他了解到的情况 如果能拿到男孩戴过的手套的话 他就能通过闪铃找到那火人的下落 丹尼赶紧打住了他 戴上了自己的帽子 让阿布拉赶紧回家 别再参与之事了 以后也别再使用闪铃 只有低调才能确保安全 说完转身就走 留下了失望的阿布拉 今晚丹尼值班 猫咪晃晃悠悠转进了一个房间 丹尼以为猫咪太老 脑子不好用了 没想到进去以后 看见窗边站着一个瘦长的身影 丹尼在脑子里打开了一个箱子 身影转过来 是哈洛兰先生 丹尼非常惊喜 上次看到哈洛兰也已经是八年前了 这么多年来 远望酒店的幽灵来了很多 丹尼把他们全部关进了脑子里的迷宫中 木箱一个接一个 也堆了不知道多少 几乎全都关了起来 最后一个人是当年那个头上流着血 手上举着酒杯的光头 那也是几年前了 丹尼很好奇 他们被关进箱子里以后是什么下场 哈洛兰问 你在乎吗 他们两人也是好久没见了 但哈洛兰这次回来 是因为出了事 丹尼是个装满了食物的容器 如果那些吸血鬼发现了他 他必死无疑 现在吸血鬼已经盯上了小女孩阿布拉 千万不能让他们得逞 丹尼不明白 为什么是他呢 哈洛兰一脸不可思议 因为他选了你啊 就像当年我还在厨房时 你闯进来一样 每个人的出现明明中都有意义 陪伴了丹尼那么多年 哈洛兰也已经完成了自己的使命 这是他最后一次出现了 另一边 罗斯调整好了状态 打算再好好的会议一下阿布拉 他活了那么久 不信自己连个小女孩都解决不了 他发动了瞭望者的技能 像X教授一样 在茫茫的闪亮中 搜索那颗最亮的星 很快他就找到了阿布拉的家 来到了阿布拉的脑子里 每个人的脑海都是一个专属的空间 在最熟悉的地方 记忆被整理成了文件 放进一个个小盒子里 罗斯看着眼前这一面墙 不屑地冷横了一声 才这么一点 他的脑海里 可是一座比宫殿还大的教堂 罗斯正准备翻 一束光照在了他的头上 盒子猛地合上 把他的手夹在了里面 床边坐着一个面容模糊的女孩 诡异地笑着向他靠近 进入了他脑子的教堂里 飞快地查看着他的记忆 罗斯本来想偷袭 没想到却被反将一军 这简直就是被按在地上摩擦 太耻辱了 罗斯不顾消骨的疼痛 把手抽了出来 逃跑似的脱离了意识 滚落到地上狼狈至极 更严重的是 他脑子里的信息 不知道泄露了多少 恶毫接二连三地传来 老头的状态很差 恐怕快不行了 大家围在了老头身边 他的皮肤变换着 一下衰老 一下年轻 生命已经到了弥留之际 安妮想不清楚 不是说他们都长生不老吗 罗斯告诉他 当时的承诺是吃得好活得久 但大家已经很长时间没有吃好了 罗斯握住了老头的手 这画面竟和丹尼安慰临终老人一样 莫名的有点像 只听罗斯轻声说 你不必害怕 你目睹了帝国的兴衰 也曾为罗马的角斗使欢呼 飘洋过海来到新的世界 也捕育过国王 王子和教皇 人们为你书写神话 建造雕像 也因为你的恶名 躲在他们的村庄 摩天大楼里颤抖 所以你不必害怕 你是个国王 罗斯在老头的额头上 吻了一下 老头大声地喘着气 然后化成了一片烟雾 顿入虚无 他留下的白烟 被同伴们一拥而上 粉饰了个干净 拘接了罗斯后 阿布拉兴奋地把消息告诉了丹尼 丹尼想起了哈罗兰临走前 对他说的话 决定不再害怕 直接用闪铃和阿布拉对起了话 要去找阿布拉说的手套 丹尼自己是不够的 于是在凌晨四点钟 他再次敲开了比利的门 说 我需要你听我讲一个故事 你要比以前更努力地相信我说的话 车子从凌晨开到了下一个凌晨 他们终于来到了写着勒马克工业的牌子前 这个疯狂的故事 直到见到食物的那刻 才渐渐有了真实感 比利声音有些飘忽地说 我不知道该希望你是对的还是错的 如果你错的话 就证明我的朋友疯了 想象出了一群怪物追杀小孩的故事 这是我能接受的 但如果你是对的话 丹尼接过话 我知道 会更糟糕 两人来到工地前 丹尼让一直跟着他们的阿布拉回避一下 这不是一个孩子该看的 挖着挖着 比利讲了一个故事 他以前是个猎路人 有一次他射上了一头鹿 跟了两天 还是被鹿跑了 原地消失 一点痕迹都没有 他觉得鹿活不了多久 很快就忘了 过了五天后 他在很远的地方打猎 他闻到了一股奇怪的味道 是那头鹿 挂在一棵空树干里 死了好多天 那个味道他一辈子都忘不了 自那以后他再也没打过脸 而今天的空气里 弥漫着浓郁的 记忆中的那股味道 话还没说完 锄头被什么东西绊住了 那是一张孩子的脸 他们当场就吐了出来 比利甚至都哭了 那群恶魔 甚至都没把孩子给埋好 就这么浅浅地盖了层土 回去的路上 丹尼已经把计划想好了 阿布拉要和爸妈 把事情认认真真地讲一遍 阿布拉不愿意 乖了那么久 爸妈几乎都认为 他已经正常了 但丹尼说 这已经不再是儿戏 那群人马上就会追过去的 然后丹尼转向比利问 当年你打猎时的 那把救猎枪还在吗 丹尼把车开进了 阿布拉家的院子里 阿布拉的爸爸 愤怒地冲出来对丹尼大喊 他才是个13岁的孩子 就在爸爸挥拳 打到丹尼脸上前 阿布拉发动了闪铃 恐怖的画面 一下涌进了爸爸的脑子里 这下他不得不信了 回到家里 大把倒酒的手都是抖的 他想报警 丹尼阻止了他 这群人活了那么久 全是地位金钱 应有尽有 最不怕的应该就是警察了吧 丹尼拿出了他找回来的手套 就看阿布拉有没有准备好了 这次阿布拉非常小心 他特意收敛了生息 潜入了真洁内部 此时吸血鬼们正坐在一辆大巴里 在I-95的公路上飞驰 翻过罗斯的记忆后 阿布拉知道了他们的计划 但现在看来好像并没有改变 只是罗斯意外地不在团队里 他们的计划是来抓捕阿布拉 而丹尼的要求是 阿布拉要配合着眼下去 但要往里面加一点魔术 丹尼带着比利来到一处茂密的树林里 这里遮光不错 不久后 一辆白色的房车也开了进来 阿布拉坐在树林中间 像是早就恭候着吸血鬼们的到来 众人分散成战斗的队形 由操纵者安妮打头 慢慢向阿布拉靠近 看阿布拉的反应很木讷 安妮一针扎进了她的脖子里 怎么回事 大鱼也不过如此 安妮还没来得及得意 低头一看 手上竟然是只毛绒玩具 小兔子 树林里传来枪声 子弹击中了成员的身体 这是一个陷阱 瓮中捉鳖 郑杰小队一下就成了火把子 成员们一个接着一个的倒下 每一个死亡都能给在远处观望的罗斯 带来巨大的震动 到最后只剩下安妮 安妮也是最难搞的 因为她能在言语间操纵人心 连丹尼都不是对手 丹尼被安妮的一个睡字 推倒在了地上 就在被一枪爆头的前一刻 比利先一步击中了安妮的脖子 安妮倒地挣扎 清醒过来的丹尼 却大声喊着让比利后退 只听安妮用最后一丝力气 对比利说了一句 你自杀吧 比利毕竟只是一个凡人 下一秒钟 把枪口对准了自己的下巴 毫无迟疑地扣动了半斤 得意的尖叫声中 丹尼也化成了灰烬 阿布拉忽然想起了什么 着急告诉丹尼 他没有看到克劳 话还没说完 原本在家里远程施法的阿布拉 被一根针扎进了脖子里 他被克劳绑走了 而身后的厨房里 留下了躺在地上 已经没了动弹的爸爸 阿布拉再次醒来的时候 已经在货车里 克劳开着车 没有丝毫的戒备 因为他给阿布拉打的药剂 量足以迷倒石头牛了 根本不担心阿布拉 还有还手的能力 阿布拉问爸爸怎么了 克劳没有正面回答 只是说 今天很多好人都没了性命 但结局没有变化 我们迟早会抓到你的 所有的死亡都没有必要 都只是你造成的徒劳而已 阿布拉忍不住痛哭了起来 他毕竟也只是个小女孩 当你赶回去的时候 一切都已经太迟了 不到几个小时之内 发生这么多事 他慌乱的根本静不下来 手上不自觉的抓起了酒瓶子 放到了嘴边 硬是怎么样都喝不下去 他尝试了冷静下来 回想起发动闪铃的口诀 这么多年来 他从没主动用过 静下心来尝试聆听 只见眼前的房子忽然开始倾倒 丹尼静止闯进了黑板 下一秒 他出现在了阿布拉的车厢里 要笑太强 阿布拉已经虚弱地说不出话了 丹尼让他相信自己 两手对接 意识接管了阿布拉的身体 丹尼操纵着阿布拉的身体 坐了起来 麻醉的效果就像宿醉 让丹尼忍不住抱怨 酒没沾一口 难受的却是他 克劳意识到身体换了主人 就问是谁 丹尼回答 杀掉你朋友的那个 科劳表现得很淡定 手上却慢慢地摸向了腰间的枪 丹尼觉得 这些人真的很刺大 以为自己能永生 所以从来不及安全带 只见他发动闪铃 手上一用力 方向盘猛地打偏 静止撞上了旁边的树 克劳像子弹一样弹射了出去 倒在地上 痛苦地化成了灰烬 最重要的战将都死了 罗斯圣怒 他不顾魂魄的库存 还够不够生活 打开罐子 吸干了一瓶 手上的伤肉眼可见的复原 战力飙升 丹尼在路边接上了阿布拉 没有劫后逃生的喜悦 剩下的只是淡淡的悲伤 这是一场没有胜者的战争 很明显罗斯是不会放弃的 只能打败他才能结束这一切 以他们两人的力量 打不赢愤怒的罗斯 但有个地方可以 他们一路向北开了好久好久 明明才十月底 这一片山区却飘起来雪 开进山里的小路弯弯曲曲 雪山 树林 湖泊 一切都还是丹尼记忆中的样子 在大雪的映衬下 显得更加的恐怖 当然最恐怖的 还是那助力在雪山下 仿佛亿万年都不会改变的 远望酒店 丹尼让阿布拉待在车里 千万不要出去 盯着路边看到罗斯就提醒他 他要先去把这个沉睡的东西叫醒过来 39年过去了 远望酒店早已经没了当年辉煌的样子 丹尼推开门进去 里面变得破破烂烂 长满了眉斑 随着他的进入 这头沉睡的恶魔 眼睛慢慢睁开了一条缝 他走到锅炉房里 把锅炉开到最大 用最粗暴的方式提醒着酒店 他回来了 曾经小小的丹尼 需要用三轮车才能在走廊里瞎逛 现在再回来 原来总觉得遥不可及的走廊 走两三步也到了尽头 一不注意 他走到了当年一家人住过的套房 离开得太匆忙 爸爸在门上用斧子砍的缺口也还在 透过缺口 妈妈害怕的样子似乎就在后面 酒店的灯一盏一盏的亮了起来 把他引到了整个酒店的中心 宴会厅 那个空无一物的吧台 上面孤零零的放着一个酒杯 丹尼坐了下来 四处张望了一下 吧台后面传来一个男人的声音 丹尼回过头 一只手往酒杯里倒了点威士忌 声音说 这丹是房子请的 丹尼端详起酒杯没有喝 像是回忆起什么 杰克丹尼 是你的名字 以前家里都是这样的酒瓶 不小心闻了一次 像是着火一样 这时我们才看到 把台背后的男人正是杰克托伦斯 但他已经不叫这个名字了 现在只是酒宝罗伊德 但丹尼还是更愿意叫他 爸爸 杰克的声音变得很温柔 也很有耐心 他看丹尼的样子 像是被卷进了别人的麻烦里 但这不是丹尼想聊的话题 那年的事件发生后 母子俩搬到了佛罗里达 他们再也不想看到雪了 丹尼20岁时妈妈去世了 他总能看到 将死之人身边飘着苍蝇 那个时候妈妈的脸上覆满了苍蝇 多得让丹尼都不敢看他的眼睛 杰克往前推了推酒杯 劝丹尼喝一杯 忘记不快乐 丹尼吼了起来 这是你的妻子 难道你就不想知道吗 杰克说 你认错人了 我只是个酒宝 你想喝什么 我就给你倒什么 丹尼想想也是 他看着手中的酒杯 一开始人喝酒 酒再喝酒 到后面酒喝人 不可怕吗 杰克说 这是解药 能把所有的烦恼擦干净 男人努力了 他给予了 但家里总有几张饥渴的嘴 在等着 家庭 妻子 孩子 这些嘴会吃人 吃掉人的每时每刻 会让人生病的 而只有酒 才是解药 丹尼艰难地拒绝了杰克的邀请 杰克一巴掌打翻了酒 消失了 阿波拉的声音从脑子里传来 罗斯到了 随着阿波拉踏进酒店 电灯更亮了 就像哈罗兰说的那样 加入了一个千万伏特的电池 酒店被彻底的唤醒 罗斯也进来了 迎接着她的是酒店的经典恐怖套餐 电梯里涌出的血海 罗斯甚至还觉得有点滑稽 他来到大厅 丹尼拿着斧头和阿波拉一起 站在楼梯上等着 如临大敌 罗斯的神情特别放松 眼前的两个人在他眼里已经成了尸体 丹尼的插画让罗斯觉得很滑稽 他根本就没正眼看过丹尼 才意识到他是杀了克劳的人 只见三人白眼一番 进入了意识大战 回过神后 罗斯发现自己身处一个巨大的迷宫 比人高的篱笆让他分不清方向 地下的脚印成了唯一指引他的向导 和当年义母一样 只是这一次 阿波拉没有逃 罗斯忍不住夸起来 比起上次进入阿波拉的意识 这次进步太多了 你会死 阿波拉的身影很鬼魅 一边聊天一边晃动着 在罗斯的小腿上割了两刀 但这对罗斯来说就像在挠痒痒 雕虫小技 只见他闭上了眼睛 伸手一抓 就掐住了阿波拉的脖子 他没意识到 身后一个巨大的木箱 正向他缓缓靠近 我们才知道 这是在丹尼的意识里 罗斯忽然发现不对劲 发力挣脱了出来 破掉了丹尼的闪铃 丹尼让阿波拉快跑 自己把罗斯拦下来 罗斯这才发现 原来丹尼也是个宝藏大叔 这么多年来 他的闪铃被玷污了 流浪 宿醉 已经把他旺盛的光芒遮盖了大部分 不过罗斯还是稀才的 他愿意给丹尼提供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 长生不老 永保青春 你一定是寂寞了吧 丹尼说 罗斯冷笑 我才不是最后一个呢 远远不是 我只是最漂亮的那个而已 丹尼一斧头砍向罗斯的肩膀 却被罗斯反手割破了大腿动脉 摔下了楼梯 按住伤口 吸食着魂魄 上嘴的瞬间他忍不住感叹 丹尼的魂魄就像威士忌 越老越纯 同样吸入的还有丹尼的回忆 多么可怕的回忆 让罗斯都忍不住惊叹起来 只是他发现 丹尼的脑子里 那一个个木箱是怎么回事 就是现在 丹尼反手抓住了罗斯 木箱一个个打开 罗斯回神一看 一群远望酒店的恶鬼们被放了出来 把他团团围在了中间 炸干了他的灵魂 吃完罗斯后 他又转向了丹尼 阿波拉在酒店里迷路了 每一个角落都长得一样的阴森 让他不由自主放慢了脚步 一拐弯 他遇见了格兰迪家两姐妹 还没来得及害怕 丹尼拿起斧头 一拳一拐地出现在了身后 眼睛里没有瞳孔 表示他已经被附身了 阿波拉拔腿狂奔 酒店里出现了很多奇怪的人 这些恶鬼又回来了 阿波拉闪身躲进了一个房间里 却没注意到门牌上写着的号码 二三七 房间的浴室里 腐烂的老女人露出了圣人的微笑 阿波拉被吓得流下了眼泪 但他对自己的力量也有着绝对的信心 突然门被撞开 丹尼恶狠狠地走了出来 阿波拉声音颤抖地说 你不是丹尼叔叔 你只是个傀儡 你的本体就是远望酒店 但有个问题你没搞清楚 你对自己寄居的身体一无所知 这是丹尼托伦斯 被远望酒店附身的丹尼 愤怒地砍向阿波拉 却像撞上一股透明的墙 前进不了半分 阿波拉没有逃跑 而是握住了丹尼的手 唤醒了丹尼沉睡的灵魂 丹尼让阿波拉跑出去 自己留下来做了一个了断 他回到了锅炉房 年久失修的锅炉因为大功率的运转 很明显承受不起负担要爆炸了 丹尼伸手正要关 想了一下他停下了动作 反正腿上的大出血也已经止不住了 不如带着酒店和他一起走 这里才是他真正的归宿 锅炉找起了火 油渗了出来 催忘了火势 团团包围住了丹尼 火光中他看到了妈妈抚摸他的脸 像小时候一样对他微笑 而他也变成了当年那个小小丹尼 终于回家了 火势蔓延得很快 木制的远望酒店很快就被火焰吞没了 冒出滚滚黑烟 像是野兽发出撕心裂肺的轰鸣 后来阿布拉回忆起那晚的大火 总觉得他听见了酒店的哀嚎 丹尼站在了窗边 一起聊着那晚的惊险 他们都记得罗斯说 他不是最后一个 丹尼想起了哈罗兰说过的话 这个世界是个危险阴暗的地方 以后可能会出现更凶残的人 但像他们这样挺身而出的 也一定不会少 记得第一次见面时丹尼说 一定要藏好 不要暴露锋芒 但现在他不这么想了 闪耀下去 不要被黑暗吞噬了自己 妈妈的声音从门外传来 浑身一看 丹尼已经不见了 我们不知道 丹尼最后逃了出来 还是像哈罗兰一样 以灵魂的方式 陪伴在了阿布拉身边 但我们知道的是 阿布拉不会再被黑暗吓破胆子 而是会像丹尼告诉她的一样 尽情闪耀 电影到这里就结束了 豆瓣6.9的评分 烂番茄77的新鲜度 IMDB7.9分 说真的不算低 特别在恐怖片的领域里 已经算得上近年来难得的良心高分了 但电影的口碑却出现了两个极端 喜欢的很喜欢 讨厌的就骂的一文不值 我们先看看骂的有哪些声音 比如说定位是恐怖片 看下来却发现是不超级英雄电影 节奏缓慢 剧情保守 前半个小时讲的都是琐碎的小事 删掉也不影响剧情 然后中间加入了一场莫名其妙的枪战 不符合人设 电影也不是一部动作片 到了第三部分 大段大段的致敬前作 却又和前面的剧情断开了 等等等等 这些观点讲的都非常有道理 但瑕不掩瑜 我个人觉得这是一部很美的电影 影片的前30分钟 我们看到一个中年男人 在经历了童年恐怖阴影后 浑浑噩噩 从堕落 到找回了生活规律和平静的过程 这个过程里几乎没有发生任何事情 除了出现几个恐怖的画面外 只是一个男人 一点一点的努力过好生活而已 我们观众在看的过程中 也渐渐的进入了他的视角 这里不得不夸伊万麦克格雷格的演技 我们可以看到 他在面对极度恐怖时的压抑和隐忍 也可以看到 他在面对临终老人时的温情暖心 特别是他的声音 慢慢的又带点温柔 任谁听了都会安静下来 然后我们再来看看电影里的对白台词 里面讲的事情都非常小 没有动不动就世界毁灭人类灭绝 反而都是生活的琐碎 甚至情绪波动都特别小 但就是这样的台词 最能塑造角色 可以参考马丁斯克赛斯 《愤怒的公牛》和他的新作 《爱尔兰人》 大量的小台词 留给了观众自己去观察角色的机会 当然电影也不全都是平淡的对话 真结叫老头临终时 罗斯给他念的一段遗言就特别的美 我感觉有点模仿银翼杀手与众类的意思 对于闪铃的影迷们来说 最关心的问题还是 这版《睡梦医生》到底是跟库布里克姓的 还是跟着史蒂芬金姓的呢 电影里让我印象最深的一个画面 是最后在237号房间里 孩子面对疯狂的大人 没有逃跑 而是握住了那双沾满血的手 闪铃是史蒂芬金一部非常私人化的作品 而库布里克的电影版 把故事改得面目全非 这让史蒂芬金简直恨死了库布里克 影评家弗兰克曼切尔讲过一句话 史蒂芬金的小说 聚焦在了五岁孩子的恐惧上 而库布里克的电影 则把重心放在了中年男人的精神错乱里 就像闪铃里的父亲要把孩子杀掉 但到了续集《睡梦医生》里的这一次握手 其实就已经代表了整部电影的缩影 前两部分的故事 是基于小说《睡梦医生》创作改编的 第三部分回到了酒店 疯狂致敬库布里克版闪铃 结尾用了小说里的桥段 锅炉过热 烧掉了整个远望酒店 等于是给几十年来的怨恨做了次和解 给了影迷莫大的宽慰 我们也会想 如果当年丹尼面对疯狂的杰克时没有逃跑 是不是就能拯救杰克堕落的灵魂呢 影片的最后 当年的孩子变成了拿斧头的恶魔 丹尼已经逃了那么远那么久 到最后竟然也变成了自己最讨厌的 最害怕的父亲的样子 活得越久越发现 我们的身上全都是父母的影子 难道我们真的没有办法逃脱童年阴影带来的影响吗 这其实是史蒂芬金的故事 最喜欢讨论的一个题材 童年阴影 我们无论长得多大 变得多厉害 总有一天会回到那个最让我们恐惧的地方 电影给出的答案其实有点中二 但我却真的被感动到了 面对这个黑暗的吃人的世界 闪耀吧 做真正的自己 不能再害怕了 求分享 求关注 求分享 求关注 求留言 求点赞 求留言 求点赞 实际 优优独播剧子